香港家书 各位新冠康复者你们好 香港中文台学医学院早就意识到长新冠带来的问题 中大厦厦的香港微生物菌群创新中心早已开展研究 并长期追踪超过100名新冠患者 结果发现本港每4名康复者就有3人受长新冠的困扰 而最常见的是疲倦、失眠、记忆力差或者脱发 另外我们利用云基因组学的先进科技 分析超过1200个分辨样本的细菌基因 成功发现长新冠患者其实拥有很独特的长度微生态 我们称之为长新冠型长度微生态 这个独特的发现就像我们手指的指纹 可以用作预测新冠康复者来患长新冠的风险 或者可以为持续症状的病人诊断是否患有长新冠 这个检测的灵硬度和特异性均接近九成 正如我刚才所指长新冠患者出现不同的症状 而我们团队发现透过分析患者的长度微生态 可以区别不同类型的长新冠 例如缺乏和免疫力有关的好菌 会出现持续气速 咳嗽等等呼吸系统的症状 而某些恶菌也会引致疲倦 失眠记忆力差 和失去美国等等的脑神经系统问题 直着找到患者是哪个器官或系统受到影响 我们就能够及早对症下药 而最重要的就是不论新冠患者 确诊时的病情是轻微或者严重 他们都有机会受到长新冠的困扰 因此我们找到这个可以准确预测诊断和治疗 长新冠的方法 对香港以至全球人类的健康都是相当重要 时至今日全球已经有超过5亿人口感染新冠病毒 单是本港的确诊者已经高达数以百万 长新冠将会对医疗及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实在不用忽视 美国国家卫生院已就了解预防和治疗新冠后遗症 成立联盟支持长新冠的研究 为确保本港的医疗系统可以更有效应对长新冠的威胁 我亦再三向医管局提出必须要正视这个潜在的问题 各位康复者 如果你亦都持续受到以上症状的困扰 我请大家及早接受检测 了解自己是不是患有长新冠 随着社会逐渐回复正常 我亦都希望各位新冠康复者的身体 亦都能够回复感染前的状态 冲心希望我们的科研成果 能够为应对长新冠带来希望 Francis 2022年4月31日 Francis 2022年4月31日 也许